三星地區農會為了提升上將禮的品質 特別舉辦113年上將禮風水品系評鑑競賽 共有28位梨農來參加 要選出特等獎一名、頭等獎兩名、二等獎兩名 以及三等獎兩名 結果由潘文德果農奪下特等獎的殊榮 我還以為上將來大概有30年了 這個風水其實這也有一些運氣 大家都很勞勞 我們也是叫農會富度和改良場 一直在客戶問題很多 這越來越熱,上將來也很愛顧 還有火包問題也很大 火包都不敢讓我們做 不敢讓我們吃 這越來越好看 三星上將禮風水品系收成狀況良好 栽培數量達全鄉的七成 而且今年品質再度提升 不僅果皮平滑、果肉細緻 甜度平均達10度以上 香甜多汁又好吃 這次的評鑑 我們可以選出第一名出來 十字名歸 因為歷年來他得獎的次數很多次 尤其是特徵獎的部分 也是他在農會的上將領裡面 他算是學藝算是最好的 由這次的評鑑可以看出來他的成果 三十年的種植不是一個口號 確實是有這個品質在 三星農會輔導的 我們各位產銷班的辛苦的離農 那後續我們有相關的這個 包括他們的這個後續的 嫁接的相關的一個問題的部分 我們縣政府這邊也會跟農會 還有改良廠這邊共同來努力 那讓我們三星上將領這個產業 能夠繼續蓬勃的發展 也歡迎大家來三星購買 我們最優質的我們上將領 目前正是三星上將領的盛產期 也是藏鮮的好時機 農會歡迎民眾多多來選購 用實際行動支持農民朋友 宜蘭新聞記者 奈福新採訪報導